大家好 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今天第一宗新闻要谈谈612基金案 今天欧洲媒体的《亚洲版》第一头条 多数是香港612基金的报道 英国《卫报》将荣优主教陈日军受审这宗新闻 排得更前过安倍晋三的国葬 今天9月26日 陈日军主教和其他几位当事人 包括吴海宜、何韵诗、许宝强、何秀兰和施承威 去西九龙法院出席聆讯 而所谓的控罪是612基金 没有在指定时间内申请注册 或申请豁免注册 也说612基金大约有2.7亿港币存入户口 曾资助民阵游行的影响费用 和台湾司法改革基金会 和新香港文化协会等组织 而6名当事人在612基金是做信托人 所以告他们 所谓的控罪又指出 612基金资助的组织之中 有些组织建议过 欧盟要制裁大陆和香港的官员 而有些组织谴责过中共流氓 要求制裁中港的官员 即是他们这些组织 是争取香港独立的 这样也行 真是屈得屈的 说到尾 今次的控罪 只是告612基金 说他们没有申请社团注册 就算脑屈给他成功 也只是罚款港币1万元 而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 这什么控方 拘捕港独、支持制裁 这些事来说 其实是告诉大陆人 如果稍后真是 判6位当事人罪名成立 就可以制造一个错觉 令人觉得李家超政府 加上国安处 又破了一宗什么颠覆国家的大案 于是又可以向上头交差 日后如果没有Case 没有功课交 又拿612基金出来 告几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又是交功课 不过这件事又再一次 激起欧洲人对大陆的反感 今天欧洲的媒体 将焦点集中在陈日军书姬身上 陈日军今天一个人 拿着拐掌 基本上不用人参赴 偶然上楼梯有些人扶一扶他 他还背着背囊 这样出庭应讯 影片所见他身边的人 特别的记者 比他更紧张 而这位90岁的老人家 他参与支援年轻人的公义行为 梵蒂冈的教庭 没有人帮他说过半句公道话 现在陈日军一个人 非常鸽定地面对 在欧洲人 特别的天主教教徒 看到怎会不感动呢? 老实说我看到画面 我都觉得有点感动 现在欧洲人已经不断的醒觉 虽然讨厌中共的程度 就未必去到讨厌普京 但不断累积 不断累积 对中共这个政权 只是会越来越觉得他黑人真 未来日子 任何的欧洲政客 如果他摆明亲共 摆明乃共 恐怕这个政客 都必定成为票房毒药 在中共的世界里面 他经常觉得 只要什么都不顾一切 欺凌弱小的时候 可以去到尽 全世界都没有他扶 他以为可以为所欲为 他们永远没有想过 一个完全没有真正朋友的国家 是不可能长远发展的 中共以为每一个国家 都是为了私利 他永远不会明白 其实国与国之间 除了维持自己国家的利益之外 也会自觉地维持 各个国家的共同价值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 我说你的国家多强大 多富有 你都不可以持续发展 你说如果只要够残忍够 就一定可以红霸世界 那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 一早征服了地球 现在中共又在全世界面前 压逼一位九十岁的神职人员 一大班这些共官 还以为自己很聪明 不知道出得来闲 你迟早要还的 翌日 他们如果得到应有的惩罚 那时候又会出来解释 又说当日只是执行香港法律 主教犯法都一样要被检控 不过全人都知道 如果要计算无谓社团注册 无数蓝丝团体都没有注册 说到尾 这次不是又是政治检控吗? 你现在检控陈日军 那不就和普京搞假公投一样 西方世界看在眼里 只会更加觉得中共丑陋 好了 第二单新闻 又是与中共有关的 不过继续讲这个议题前 我照例提提大家 请你记得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一有新片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你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言归正传 刚刚路透社报道 英、美、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等国家 昨天9月26日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一份草案 要求人权理事会在下一届会议时就着新疆问题进行特别讨论 这份草案是需要在10月7日前 在本届会期结束前获得通过 这样2023年2月就可以交上人权理事会辩论了 如果成功交上人权理事会辩论 便会是中国人权议题第一次提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无可否认这份草案成功通过的机会不是很大 因为大家明白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里面 中共的马仔还是占大多数 好了 为什么明知通过的机会不大 八个欧美国家还要提出这份草案呢? 简单说 就是用这份草案做照妖镜 照一下哪些国家 现在在人权问题上还是支持中共的 看看中共在外交上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西方国家照出哪些是中共的中心马仔 然后可以逐个逐个去对付 而长远来说就可以乘机改革人权理事会 否则维持现在这样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人权委员会 根本就没有了公信力 对于民主自由的国家来说 长远是不利的 大家想想当很多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的穷国 人人学中共 一方面就侵犯少数人的人权 还可以强制劳动 那你叫民主国家怎么好呢? 这个其实不单只是人权问题 还是经济问题 你透过强制劳动 逼少数人做苦工 其他国家 特别是西方的国家 怎么跟你竞争呢? 谁可以做到这么便宜的产品 你几乎是不用工资的 你不要忘记 你养住那些被你强迫劳动的人就可以了 到时终于搞到一些原本人权状况 还是OK的国家 就学习中共这一套 那你说到时世界怎么好呢? 所以西方世界 无论在公义上 或者在经济利益上 都是要阻止这些 违反人权的情况 如果今次新疆问题 还给中共过关的话 以后将会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侵犯人权问题 所以 今次就算成功在人权理事会辩论新疆问题 也不会得出什么结果 但西方国家也必须在10月7日提出这件事 就是这个原因 英国卫部计过数 9月20日 中国外交部 就向联合国出了一个声明 声明是抗议人权委员会 早前就出了新疆人权报告 就着那份报告 就是现在的抗议声明 那份声明是有30个国家联署支持的 但6月份的时候 中国就出了一份联署 阻止巴切来特 发表新疆人权报告 而那一次有40个国家支持 即是两个多月之后 中共少了10个国家支持它 而刚刚9月20日 支持中共的国家之中 有8个国家 是可以在人权理事会有投票权的 不过 有国际关系的学者也评估 说今次面对10月7日的草案 中共大约可以拉多7至8票 所以草案通过的机会仍然不高 来到这里我要叉开一句 我常常批评香港的传媒没有了道 已经不可以信 不够专业 好像这单新闻就可以做例子了 香港的媒体有些就不报道 有些就用200多字象征式说一说 但大家看看 英国和德国的媒体 就报道得简洁和深入 而我们就综合了这些分析报道 用香港人的角度和大家说 好了 第三单新闻和iPhone14有关的 苹果刚刚证实 他说他们很高兴iPhone14已经开始在印度生产 之前不是没有 不过iPhone14就刚刚开始在印度生产 本来这件事大家经常传 说了很久了 iPhone必定是移过生产线 过印度 其实一直都在做 不过现在iPhone14就刚刚在印度生产了 而事实上要将iPhone的生产线 由大陆搬到印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苹果终于成功地再踏出重要的一步 摩根大通报告指出 预计今年的年底 会有5%的iPhone14 由印度生产 而去到2025年 将会有25%的iPhone在印度那里做 即是之前指纹楼梯响等级都没见到人出现 这个场面终于来了 人终于出现了 可以这样说 现在还有6至7成的iPhone 还在大陆那里做 各位大家放心 如果中共改过自新的话 可能苹果的生产线流失速度就会慢些 但如果中共继续作恶 高多几次陈日军呢? 你看看苹果会不会加快撤出中国呢? 对工业生产有认识的人都知道 在相对落后的国家 你要开第一条生产线是最难的 但一旦开始之后 不断重复就容易很多了 而成本也会慢慢减少 所以大陆生产苹果手机 必然会逐年逐年减少 而且会流失得越来越快 甚至可以这样说 印度做到25%的苹果手机 印尼都将会做到15%的苹果手机 而且大家知道 一天仍有清零皇帝习近平 大陆的供应链一天都不会稳定 再加上武力攻台 这个地缘政治的威胁 苹果快速撤离中国 是非常正常的决定 最终只会留下大陆本国出售的iPhone 才在大陆生产 因为各种企业纷纷都大撤退 大陆的经济只会不断向下波 我以预测 三成iPhone是大陆人买的日子 将会过去 将来我相信大约两成iPhone是大陆人买的 而同一时间 印度人、越南人买iPhone 就会越来越多 不断增加 而苹果在大陆的生产线 相信最终只会维持25%左右 而当大陆的经济再差一点 习近平一定会用尽方法 阻止大陆人买iPhone 到时苹果整条生产线 撤退大陆也不是没有机会 只要一天有加速再加速 而苹果也必定会继续加速 苹果走得快 其他外资同样都快走 其实2017年开始 iPhone的旧款机 已经在印度组装 通常iPhone1面世 6至9个月后 印度才能组装到旧款的苹果手机 今次不同了 今次突破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iPhone14一出 在大陆一出 三个星期后 印度可以生产到最新款的iPhone 可见苹果的供应链 当然包括了鸿海和和石这些公司 已经成功解决到技术上的困难 可以做得到几乎和大陆同步出机 当然不是完全一样 但已经很接近同步出机了 而这个就是一个突破的地方 好笑的是 大陆媒体之前一直都说 要中印两地同步出产iPhone 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现在不切实际就接近现实了 中印相差三个星期 就已经出到iPhone14了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来到这里也是那句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影片下面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希望大家可以进去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也有Patreon 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 Patreon的连结在这影片下面 拜拜